看到敬愛的熱狂名人出現 民眾開心的揮舞國旗 拿起手機 相機猛拍 名人23號慶祝85歲大壽 一找黃駒就湧入大批民眾 要為他祝壽 明人將在明年4月退位23號 也是他最後一次以日皇身分過生日 任內最後一次公開談話 名人多了些感性 他不但對今年因天災受苦受難的民眾表達關心 也提到二戰後的日本復興 希望下一代記取艱苦過去 他在位的30年間 也是日本現代史上唯一沒有涉入戰爭的時期 並且感謝今天為人民的民眾 感謝全世的最後一人 因為第三號聚集在黃駒的民眾高達8萬2千人 是名人期位30年來最多 日皇身受民眾愛戴可見一般 如今名人将卸下重担 由皇太子得人继位 他也勉励得人继承皇室传统同时 要适应社会变化 继续前进 国际中心综合外电报导